嘿,大家好,我是行天设计电脑的初期 欢迎各位收看我的视频 在上演期的节目中,我们上手评测了两款机箱 但今天我们不做机箱了,来做做显示器 所谓显示器,现在的主流发展方向还是往电源上走 怎么啊,一两百赫兹的刷新率,4K一毫秒响应,1800R曲率等等 而专业显示器的款式则相对较少 今天我们要评测的就是一款专业显示器 这款来自AOC U2系列的Q27 U2D专业显示器 先来看看包装的外观,彩色瓦楞纸盒 一看就是比较高端的样子,对吧 整体的文字和图片印刷都比较简约 侧面是显示器的型号,一些主要卖点和能效标识 这个是一级能效,功耗比较低 接着来看开箱后的配置 显示器包覆两层保力笼,一个支架,一个底座 配置一根Type-C,USB上行,HDMI,电源线和说明书 塞在中间的面板看起来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 把显示器装起来 支架主体和底座可以通过卡扣旋转的方式连接 然后拧紧螺丝来固定 支架方形一段,斜着插入面板固定位 然后稍微用力搭下 听见卡拉一声就算大功告成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它的外观是怎样 外观方面 27寸的面板采用了四面窄边框设计 下边框稍宽,印有一个AOC的logo和电源指示灯 正面外观是比较内敛的 不过外壳边框的连接缝隙还是比较明显 先记下来 机身上了略显轻奢的深空灰 搭配带纹理的背面 拥有拉丝质感的面板 高亮金属包边 营造的外观氛围还是比较成熟稳重的 有那么一点8848的感觉,对吧 机身整体偏向于线薄化 符合主流 毕竟还是获得过红点设计奖的 外观还比较走心 接口方面 一个音频接口 四个USB3.2 带黄色标识的 设置是快充的 一个USB上行 一个占未来的65W Type-C 输出一个HDMI 一个DP 说实话 这拓转接口都比得上电脑了 亮点还是那65W Type-C 又可以做快充 又可以做快船 对于商务办公或者设计师来说 是非常实用的 背面按键有五个 需要蛮操 长时间熟悉才能准确实用 这点我是得勾病一下 确实没有摇杆好用 屏幕可以多方向运动 上下左右平移 向上向下倾斜 90度旋转成竖屏 这个设计还是可以的 满满的实用性 就比如我经常要截竖屏资源 那用上它方便很多 介绍显示方面前 先说一下它的一些参数 2K高清分辨率 另外有一款选配4K分辨率 而这款基本相同 27英寸LG的IPS屏 75Hz刷新率 4毫秒的灰阶响应速度 这个屏幕点亮 给我第一感觉就是一个字 形 相对于我一直用亮瞎眼的1080p屏来说 2K分辨率 HDR400颜色更加鲜艳 画面也比较柔和 那种屏幕漏观的感觉 几乎感觉不到 OSD菜单也是比较简洁 什么参数 什么功能的调节 都是一目了然 但我还是要眉开二度 搭配满暗的OS菜单 被拖累的就没那么友好了 按错那是经常的 还是需要熟悉熟悉 要说它的专业显示 那就得说说它的HDR400 这是个好东西 在OS菜单中 有三个模式可以选择 分别是图片 游戏和电影 顾名思义 比如说呢 你想看电影 想让电影画面细节 颜色变得更加真实 那就开HDR电影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接着图片和游戏是一样的道理 而且在系统显示设置里 也是可以开启整体的一个HDR 也比较方便 这个技术对设计炫养 或者后期制作来说 那是必须的 谁不想自己的作品色彩更加真实 再来说它专业显示的其他方面 还有DCR和DCB 可以在OSD菜单中开启 一个是动态高对比度 一个是动态颜色 对后期调色来说 高对比度的屏幕显示 那可是你的好帮手 我们来看这张图 能显示出每个白色和黑色色块的显示器 那是上屏 这里的话我只有左边两个黑色 看不出区别 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 这就是高对比度的优势 还有这个动态颜色 OSD里面有个演示效果 大家可以看得到 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吧 色域也是说一个显示器 显示专不专业的指标 这款显示器拥有115%的sRGB 95%的P3 101%的MTSC色域面积 都比RGB也有86% 一般来说 100%的sRGB 它72%的MTSC以上色域的屏幕 属于不错的屏幕 所以说 这款显示器在色域标准上 那也算中上水平 而色域决定的显示器 显示的色彩的范围有多大 这与需要用到调色的各类设计来说 也是密切相关的 最后来看这个拖影测试 测试中 平显拖影还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要放慢才能仔细看到 因此可以认定为 肉眼下难以看到 而拖影越低 表明显示器的画面刷新越快速 一些需要动作捕捉的设计工作 就需要看准这个方面 Q27 U2D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可视角度方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存在什么色差问题的 这点也比较好 此外 这款显示器的防难关的设计 也是比较人性化的 可选模式有几个 方便不同场合的需求 特别是阅读模式 真的特别适合写文案的人 比如说 我就是其中一个 如果你是一个臭打游戏的 看到这里 你也别散 这款显示器在游戏方面 还是有点花样的 在OSD菜单里面 可以开启多达六种游戏模式 不同模式 有不同的评显优化 这里有个暗闪控制 特别适合摸黑的游戏 这类游戏确实不在少数 这里还有个屏幕准心可以开 对于一些没有准心的设计游戏 靠这个帮扶一把 那感觉真的爽 最后来总结一下 LC的这款2K IPS检视器 颜值那是高调在线 安装和拓展接口方面的表现 也很不错 就是按键操作 插响容易 画面显示的话 也确实是一个专业水平 没有白吹 巴拉点缺点的话 就是面板边框 和外壳连接处 有明显的缝隙 影响正面外观 拉斯的底座面板不耐脏 比较容易沾染灰尘 这里我提点意见在支架上 其实可以像这样开个提手 方便移动或者携带就完美了 不过总体来说 还是狭不掩瑜的 2300左右的价格来说 性价比绝对是OK的 好了 这期的视频内容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呢 不妨点赞 投币 加收藏 新朋友也可以多多来关注我们 同时 也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淘宝店铺 行天设计电脑 形象店 十分感谢 这期视频 1,2,2,3